为主道尔先生的高贵,我们对列世家家书的义务,一切将从传规安拉中世界的书,安拉在《古人经》中说,为主道尔尊王的人,你却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着的, 他们在安拉那里享受给养,他们又喜欢安拉上次积极的恩惠,又喜欢留在人间,还没有赶上他们的那些脚宝,将来没有恐惧,也不要愁,他们喜欢从安拉发出的, 上次和恩惠,并且喜欢安拉不舍心师们,脱劳无仇,我见证万无非说有安拉,对于我,我见证穆罕默是安拉的宝人及其实质。 安拉的目标就是,忠生想舍的地,提高宗教的地位,流行宗教仪式,安拉规定了,生长是实为了,包围祖国和小处不义, 因此,安拉提高宗教的地位,包围祖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人的假日, 也是设为包围祖国土地和尊严,而新港情愿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他们希望这经济不破产, 正如安拉在财围祖国所说,安拉去用立元换学行师们的生命和财产, 他们为安拉而赞到, 他们和西地之国和沙生承认那些人士的允许, 记录在套拉的影响乐和固然军中, 谁比安拉更能显得呢? 你们要为自己做地界的七月而高兴, 那真是为他的成功, 一切上发接聘工作, 安拉也为他们预备了下令日, 下令书和他来远, 他们将用于其中, 那人士为他的成功, 安拉说为如刀而被强害, 强害的人, 你们不要说他们是死的, 其实他们是活的, 但你们不知觉, 谁为如刀而, 相生是以活的安拉的喜悦, 在安拉看来为如刀而, 牺牲是最好的地位, 安拉说, 我舍其缘肉鲁于世人之间, 以便安拉准备行刀的人, 而你们为相生, 为如刀而, 牺牲是安拉赐予他最喜欢的仆人的重大, 恩惠日义, 人如安拉所说, 反服从安拉和实质的人, 下于安拉所护有的忠贤日, 忠心的人, 忠心的人, 成都的人, 善良的人, 同在日等人, 是很好的伙伴, 安拉拯救他们, 免遭分坑惩罚, 让他们脱离末日的空谱, 耶人说, 安拉的事实啊, 为什么向牧民在吃坟墓, 受到磨难而舍息的去处为, 牧师和威德说, 舍息的, 头顶上的, 道光, 坚婴, 有时最大的磨难, 安拉的事实说, 每一个亡人的上宫都结束了, 除了为主导分度的人士, 他的上宫不停的增加这到复生日, 他免造墓墓里的磨难, 这足以说明其得为之高, 也实是一个进入天堂的人, 愿意回到现实, 安拉的传书显示说, 没有一个进入天堂的人, 愿意回到现实, 在拥有大地上的东西, 除了寻教的下宫, 他们向阿拉再次回到现实, 为主选取十次, 因为他已经体会到了, 为主导, 相声的光荣, 并且全书, 因为他懂得了社会的尊贵, 牧生说, 要不是考虑到给我的民众, 带来的带来困难, 无定会, 也马上想的却为入道, 有名人死在县城, 神明地, 神明地, 保护这些事情, 都属于信仰, 保卫这种道德, 也是最好的目标之一, 是因为保卫自己尊严, 财善和权利而先胜, 谁是历史, 人如牧生所说, 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 而被杀之, 是社会,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 而死之, 是社会, 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 而死之, 是历史,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而死之, 是历史, 又说, 书和的义, 公务中, 死于文艺之, 死于富通之, 严慈之, 死于他方之, 为如刀而牺牲之, 安拉的事之又说, 是以圣心, 向安拉祈求, 寻找的回刺, 安拉丁让他达到, 书和的义的贫瘠, 以便他死在床上, 真正的历史, 是为如刀而生心十一的牺牲, 是为是安拉的预言, 日格无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如牧牧牲所说, 为是安拉的预言, 日格无上而生时, 在时因为安拉而生, 为如刀付上日, 刀后时, 上口流血, 必须想念, 为此设想而来, 正如牧牧牲所说, 我为这些人作证, 为受到复上日, 到后时上口流血, 必须想念, 为此设想而来, 我们的劣势为别人而相胜, 他们留下自己的家人, 因此我们对他们有义务和权利, 而不要忽视这种权利和义务, 其中包括, 以他们承认他们父亲的犹豫, 尊重他们因为他们父亲所行的上口, 在今时和后时, 一点也不忘记, 上人之不忘记上人的上口, 安拉说, 新上日日收上报, 牧生说, 为感谢人, 就为感谢主, 又说, 谁为你们作善吃, 你们当报答他, 如果你们不能报答, 就当为他做好毒啊, 这道你们认为已经报答他了为止, 他为自己尊阳和祖国而, 相信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这族一说明, 我们要去得为日告, 而我们不要让他们为社区父亲而感到痛苦, 只是通过, 如果他们, 善待他们对他们小脸相应, 应当地听他们的情况, 盖发尔奥塔利财产在穆安泰战役中, 宣教士, 牧生很好地, 绕过了他的家书, 到听他们的情况, 我说了一声, 这些就按了老说和你们, 各位穆斯林, 我们对烈士家人的义务, 就是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 稳定和安全的生活, 因为他们的父亲为他们, 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而建设, 谁很好的照顾了烈士的家书, 谁将得到很多的报酬, 牧生说, 谁为主导上的烈士提供装备, 自他等于残忍了, 谁和他的照顾了认识的家书, 他对于残忍了, 在一次修复伺习书, 又一次我听, Omar ibn al-Khathab, 一起去了市场, 因为年轻夫妻, 艳如儿 Omar说, 新世的, 将菩 ung阿, 我让父母去死了 他就下了一群孩子 也安了其实他们无事无忠习 也无人家 也无生主 我担心他们会死了 我是护法父 我的父亲 曾经在世上 曾经在战争 我曾经在战争 我曾经在战争 说欢迎战争 我曾经在战争 家中的一封奶 托云的骆驼 并把身满手的两个皮带 放在骆驼上 还放了一些钱和衣服 然后把骆驼交给那女人 说道 你把她将回去 日些不回完 直到安了赐予那门 托云 日时有一个人说 姓氏的 人官啊 你给她的太多了 我妈不满地 说 让你的母亲 哭伤你 一安了其赞 我曾看到 巨女人的父亲和哥哥两人 把威了 一座堡垒很长 一段时间最后 她俩攻克了那座堡垒 后来我们才得一层 她俩交货的战利品 战利品中 分享我们的分乐 其中有 我们必须按照 以西兰的信仰 合到的 合到的 培养 列室的儿子 很好地照顾了他们 我们有时日可 可以做 你们的 有良 模范 母亲很好地照顾了 列室家属 季夏室的父亲 曾经 在 木塔 川 月中 熊 教师 母亲很好地照顾了 显玉 母亲 打听他的情况,他上不及二十岁时, 牧生人民乌萨玛 ibn Zayb为同帅, 命令他前往沙漠的巴拉克伊, 恐吓罗马人让玉珠在边境的穆斯林回复乐观和激情。 乌萨玛年轻又为上不及十八岁, 微信者们对人民讨为军队同帅, 日日点点说三到四, 我愿让向他这样的年轻人领导元老们牧生日到后, 说如果你们反对, 他为同帅你们存钱就反对, 反对过他的父亲再对同帅。 其实其实, 他的父亲若活日, 最有资格为同帅, 因为他是人们中我最喜爱的人, 而乌萨玛在欺负之后, 是我最喜欢我人世上良的人, 我们想列社交报喜, 阿拉让他们远离贼难, 一切慈悲保护他们的。 这都是为了他们父亲, 阿拉说, 所属于那独家自食称容两个孤儿的, 墙下有他俩的财宝, 他俩的父亲原是善良的, 你的主要他俩成年后, 取出他俩的财宝, 这是属于你的主的恩惠, 我没有所以说, 我的私意做这件事, 这是你所不能认受的事情的道理, 最后是阿拉将是他们的子孙, 与你们与他们同意, 是如阿拉所说, 自己心道子孙也跟着心道时, 我想使他们的子孙与他们同意, 我不想烧他们的上宫, 意思好, 每人应对自己的行为父子。 我们应该毫无怀疑地想起我们, 也是为了包围祖国而心甘情愿, 情愿地牺牲自己的神们和再生, 是祖国额头上的皇冠, 也是每一个荣誉祖国的爱情人额头上的一项皇冠。 因此我们中的每个人应该为国家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 远离自私, 我们应该共同面对祖国的敌人, 让我们和社会一道与我们应用的。 无状部队, 携手并肩, 我们应用的无状部队, 永远是我们亲爱的祖国, 爱情和阿拉伯和伊斯兰民族的安全法。 无状部队人员仍在向恐怖和邪恶地设立发动一场任意的战争, 我们又增加了速度为包围宗教祖国土地和尊阳而牺牲的历史。 但其他人热忠于近世生活时, 他们却日如于为宗教而现身, 他们为了包围宗教而新港亲眼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恐怖和邪恶地努力对宗教和国家的过程, 让人威胁, 究竟恐怖主义团体和极端主义团体。 习团管输到人们头脑融大作物观念是一乡尊小民族和人道主义的义务, 如而去拟捏那所有穆斯林历史, 是他们安静天国, 去安了保护爱极, 去他的人民, 他的年轻人, 他的群体和他的财富, 并且求安了保护爱极, 年有各种患难。